忙碌琐碎的生活中 吃什么与谁吃 皆成人间困扰 而这时 沸腾的火锅 就是最深刻的包容 这不是我写的 是B站纪录片 生活如废第一集 开头的话 我发现 他们又把纪录片 编冲实体店了 还是在大学路上 你会被这一片霓虹灯所吸引 却找不到入口 没错 入口在旁边这个 看似是便利店的地方 你别说 这里还真的可以买东西 再往里走 就是店面了 接地气 恐怕是装修风格 最好的形容 由于是年前 刚适应夜市后去的 其实距离现在 有段时间了 你问我还能记住哪道菜 恐怕就是这个暴力腰片 又厚又嫩 就这种一口吃 这么大一片腰片的感觉 真的是很好 这确实也是我对于 记录片里 印象很深的一道菜 这一片有多大 是一整块腰子 就这么切 就切出来这么大一片 当然 除了还原菜品本身 也还原了蘸油碟以外的 另一种当地吃法 它还有一个吃法 就是说可以蘸这个干碟 我们试试看 蘸这个干碟是什么味道 就把它全部蘸蘸满 像就可以 一整片是这样的 吃腰片能吃出这种满足感 还是很不容易的 真的好吃 除了暴力腰片 有道情油毛肚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吃火锅嘛 毒乐乐不如重乐乐 所谓不爱吃毛肚的守门员 不是好教练 曾经和我一起解说足球的猪指导 有话要说 嚼起来非常有嚼劲 而且非常厚实 有一层油包裹在这个里面之后 又有弹性 使这个味道不失这个辣味 同时又有一层非常香的一个味道 我是非常喜欢吃毛肚的人 反正这个毛肚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他的菜品都属于火锅店的标准水平 鸭肠也够新鲜 鸭血也够鲜嫩 有一道叫做发鱿鱼的菜 我觉得挺特别 但好像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味道 我试试看 你说它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味道 你吃之前感觉这个东西 会不会有什么 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啊什么的 但是其实上吃完之后 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 这个味道 比它的名字要普通很多的感觉 或许我们没有缘分吧 所以就让这道菜 等待它真正的友人人吧 总的来说 如果你正好离大绝路不远 又想吃顿火锅的话 那么不妨可以去点一份暴力腰片 感受一下味道吧 好了 我是红豆 我们下次再见